字幕志愿者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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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彤 在之前的二万订阅影片里 我会做一个Q&A的 招提的东西 很感谢你们问我问题 我现在就 好像影片那样说 回答你们的问题 第一题就是 你跟男朋友相处有没有秘诀? 怎样说呢? 我在他的身上学了一些 在香港人学不到的东西 如果要秘诀的话 首先是一件事 因为我们是远距离 好像普通情类似每星期见一次 所以我们通常每天都会 聊一次电话 除非有什么急事 或者突发的事 这件事是我要求的 其实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每天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我也很想听他分享他每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说电话是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 男朋友也很好 他也会尽量符合我这个要求 基本上他每天都会打给我的 第二件事 我觉得韩国人是 比较喜欢称赞别人 除了赞你外贸上的东西 他也会赞你第二件事 好像我那样 可能他们会常常赞我 说我很努力 很努力 或者我做些东西很漂亮 煮东西很好吃 就是这一类 除了赞外贸漂亮之外 你赞女仔内在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女仔也会开心 而我呢 我都会学会赞她 除了赞她漂亮之外 也会赞她 很厉害 电脑很厉害 这一类的东西 令他更开心 他又令他更开心 那大家一起开心 所以他可以很相处融合 那这个就是我们两个的 通常相处的方法 第二件事 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 Badkifu问的 那这个问题的朋友呢 就真的应该没有follow我的IG 因为我的IG是有post 过男朋友的照片 那呢 大家不知道的 就记得follow我的IG 那就会看到我最新的日照 因为这张照片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的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不让我放出来的 第三题 你本身是在做什么工作的 为什么会做甜品的 有没有学过 J1234561000 一开始呢 拍youtube的时候 我是有上班的 那时候我是在做文职 但是现在我就想专心做我的 就是在online的餅店 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回文职的那份工了 那我就是 变成我日常呢 就是接order做饼 还有拍片的 所以你看我出片都会出得密了 或者下心机拍了 因为以前真的说真的 是没有时间 现在是时间充裕些 就可以花多些心思在这里 说真的呢 我在小时候呢 就已经有少少的兴趣 就是喜欢做东西 其实我没有出去学过 正式学过做饼 或者做蛋糕 或者Cookie 我都没有出去学过 我都是自己上网看 那会上网看食谱 自己学一下做 那样 你做得多了 但是也有个底子 那你做的东西 其实都会得心认识了 基本上最近一两年才有 出去学一些 course 因为就想学一些 高级的技术 所以就出去学一些 比较贵的 course 是否有什么 令你喜欢了甜品 从已发展到现在去学习做呢 就是Martin有欣零六月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记得小时候 做 觉得挺有趣的 就继续做 我也没有说特别 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 其实做东西 我也很喜欢的 不只是做甜品 可能做饭 饭菜 或者不同的外国的料理 我也很喜欢 我是很喜欢做的过程 还有 吃那个人的表情 如果我吃得很开心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是那些人 因为我以前做蛋糕 或者做甜品 我都会 放上Facebook 也有很多朋友 可能会鼓励我 不如出去买 不如出去试一下 那时候我 最初也没想过这些东西 但是 可能开始大了一点 就会想 都觉得好像有得做一下 所以 现在就 专心做这一件事 那 对我自己也挺好彩 两个都定吃了 想问你平时做东西的灵感 在哪里找出来的 那些东西 你做什么东西 有没有出去学过的 很棒 是 唱 怕书 那通常呢 我呢 就会上IG 我可能会找一下 那些相片 看看哪些相片 觉得OK的 有点 那我就会看看自己的证明 那我最常用的 hashtag 就是 kawaii food 因为在那里 就会有很多 可能日本的人 或者外国的人 做一些很可爱的卡通 或者是 很可爱的食物 那我就会看看 我会做到类似的东西 或者是怎么做到类似的 我会经常这样想 而且我很喜欢上一个网 叫pinterest 即是外国 好像instagram的网站 在那里 会有很多 很多外国人 会上传自己的 和自己的作品 那我会上去搜尋一下 看看有什么新的主意可以给我们 恭喜 想问为什么你的频道叫2bytes 和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先说了为什么叫2bytes 那其实一开始说真的 我开一个channel 最初的原因 就是想宣传我的online饼店 但我发觉 宣传下力真的没有 那 后来呢 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些东西 那我就用2bytes这个名字 那就纯粹变了分享食谱 和大家 2bytes 因为在外面是一间 卖蛋糕的店 但在youtube上 我也希望 可以帮到大家 学会整理和甜品 我就是想要有这样的意义 所以就很特别 要去改变 恭喜你和你男朋友 又是甜食的 会不会一起做东西 我心最近有机会 认识多一些 关于你平常 日常生活的 做东西 和vlog 我也很喜欢 我会一直支持你 和大家有 这个就是Emily峰 问的 那我和男朋友是怎么会 其实当初呢 我对韩国的文化或者歌手 也有点兴趣 所以我就上了一个 程式的东西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外国朋友 我在里面就认识了我男朋友 那当初大家的原意 都是想互相学习 一些语言 俗称的language exchange 那他就是想学英语的 那我就是想学韩名的 然后后来 几年 我差不多有 认识了他几年的时间 之后 那就越来越熟 大家都 那就 那就 不知道 我男朋友 是完全不懂煮食 那他就有点 帮我手 可能煮头煮味 或者 最主要是他帮我洗碗 那我就 煮食 我煮食 他都说是ok的 但是一是香港料理 他就 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他觉得是ok的 在id上有人问了 就是 为什么会做youtuber 都没有说一个很特别的原因 当初我真的 纯粹是想 宣传我online餅店 才开始一件事 那后来发觉 不行了 就变成直接 就继续拍 煮食的影片 就没有说 一开始很空心壮志 哦 要几多人subscribe 我没有 没有这样的样子 纯粹都是想分享 下一题 你最常在哪里 卖材料和用具 我通常会去 荃湾冷风中心的烘焙店 我不开名了 你一搜索 基本上已经有了 那里有三间 基本上 那三间都会有 你所需的东西 基本上 用具的话 通常我会在淘宝 但是 有些时候 看什么情况 或者你想要一些 高质的 一些外国品牌的 贵一些 我就不一定会在淘宝卖 因为我觉得 可能是假的 所以 我就会去 本地的烘焙店 那 今天的 Q&A 很快就结束了 很感谢大家 问我问题 也一直支持我 虽然 还有一段时间 22万人 也不是一个 很华丽 或者很厉害的 数字 但我仍然觉得很开心 因为 这件事是我 靠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点 累積 我就觉得 很有满足感 也很感谢 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也很特别想 多谢台湾的网友 因为 刚刚 出了那段 兔仔的 懒糕球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主意呢 是 还是有一段 估计的 好像在元室之后一天 我就上台湾的论坛 DK 没错 我也有上台湾论坛 我就偶然发现到 自己的 那条 那个湯丸的影片 在那里出现 而那位 朋友 也都 根据我 影片的教学 他自己做了 一个兔仔的湯丸 我当初觉得很开心 因为 偶然都会在DK 看到我的 然后第二天 整个事情 就发生了 我就在我的Facebook 的Message 收到一个 记者的联络 我的记者 就跟我做了 一个小小的访问 他就将 那个访问内容 Youtube那条影片 就放在新闻的内容里面 也是上了新闻的 因为 台湾的网友 令我上到 上到新闻 我真的 很开心很开心 也不止台湾的网友 或者其他地方 或者香港的朋友 我也很感谢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 Q&A的内容分享 就记得 like这段影片 还有留言告诉我 最重要 要订阅2biz的频道 还有 最重要订阅 和童童的秘密花园的频道 因为那边就会有我的日常生活 试食 旅行的 影片等等 那你想更加了解我 就记得 subscribe 那边的频道 如果想知道我日常的动态 就记得 like我Facebook的专业 以及我的Instagram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神龙太太 那 多谢大家 那我们 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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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